那个可以有 这个 台风刚走不远 艳阳高照 土软淋腻 空气闷热 魏同学刚放假 从嘉义回埔里第一件事 来帮妈妈采收大黄瓜跟茄子 农活琐碎辛劳 需要人力 另一边弟弟也正灰汗工作 全家人的生计 几乎都仰赖这块农田 虽然很努力 可是成果不一定就是我们设想的 但就是有时候就是抱着感恩的心 感谢上天给我们这个饭吃 生活艰辛 与其埋怨 不如选择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他回来家日我都不用煮菜 都是他在煮的 那那个最小弟弟还跟他说 他煮吃什么吃什么给他家 疼爱弟弟跟心疼妈妈 为家庭的付出 然后每次到开学的时候 就三张注册单一期拿出来 我都觉得妈妈好像很担心 想让妈妈接上的担子轻一点 为同学白天在餐厅打工 晚上当家教自己赚学费 他爸爸就是中风脑干出血 就是跟他的弟弟在网路上 他很认真的在帮爸爸 卖这些高丽菜 要小心这岛子很利 然后就把它割下来 正要收成时 爸爸中风住院 妈妈分身乏术 网路开放自彩的消息 一出很多民众响应 三姐弟穿梭菜园 孝心让人感动 为同学说一路上受他人帮助 也想成为有能力给予的人 一起到乡下的学校去 可能办个营队 或者是叫他们写作业 我也想要传递这个温暖 那我也想跟我曾经帮助我的老师 他一样能够帮助别人 已经够忙了 还是不放弃服务偏向的机会 他立志成为老师 帮助和他一样 曾经遭遇困境的孩子 爸爸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